有一点我挺担心的 就是你这有点绑架的感觉 就是你一个人这么大胆 倒没关系 你弄得人尽皆知 弄一大堆在后边拱火的 你看 是吧 我觉得这一点不太好 你对你的自信 这么有把握吗 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 如果我决定要做了 那我就一定会做下去 当你太自信的时候 你需要摔个跟头 或碰个壁之后 才懂得 我支持你现在 我突然有一个阴险的想法 我特希望这男的今天不答应 老师你太坏了 杀一杀他的嚣张气焰 说好了啊 接下来所有的结果你都能承受 来 请站到 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接下来问你几个问题 小峰如果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办 这么多人看着 我的同事也在这 他要是赶不来 那这视频我就放到公司的网站上 我得让更多的人看着 你不能够打扰别人的生活 我要公布我的恋情 你公布 你可以公布 你没有必要把视频传到网上 你最近是影响了别人的生活 你骚扰了别人 第二 如果小峰来了 他说他就是不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他就喜欢温婉 含蓄的 你怎么办 您可以因为一个男人改变的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可以为他改变 可以改变成温婉型的 生活里我可以为他去改变 话问到这地步上来的时候 他这个态势有点颓了 没有开始那么嚣张了 其实人还是要谦逊一点 让我们来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亲安见 请不吝点赞